深圳樓市在中共不斷打壓之下 成交量大幅下滑 近來樓市冷清的情況已經波及下游的家居行業 深圳家居賣場的折扣清倉廣告隨處可見 據《證券時報》8月30日報導 深圳羅湖筍江片區聚集了多家大型家居賣場 在商場裡折扣清釀版的廣告比比街市 是一家家居賣場開店的黃經理表示 原本以為在去年疫情下的生意差 沒想到今年的生意也是這樣 我們感覺在今年買屋的人少了 所以我們的生意也少了 一些受賣實務家居的店員透露 今年的價格普遍比去年下跌了10%左右 我們現在都不敢開高價 黃經理認為現在深圳的樓市調控嚴厲 買屋的人少了 買家居的人自然也會受到影響 現在深圳很多家居賣場人氣都不高 今年7月 深圳市二手住宅成交2,557套 連續4個月下跌 創近17個月新低 同比下跌超過八成 成交面積24.02萬平方米 同比下跌近八成 樂有家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 2021年的上半年 深圳住宅成交五萬多套 同比下跌12% 其中二手住宅成交28,442套 同比下跌35% 每日經濟新聞認為 從數據層面看 深圳二手樓市場已經進入了冷凍期 二手樓是這樣 新樓銷售也不樂觀 從5月開始 多個樓盤打新預冷 並出現近兩年少有的開盤未受慶的局面 評論人士文小剛向大紀元表示 房地產是一個牽涉巨大產業鏈的行業 向上會影響水泥、缸根、玻璃等行業 再向上還會牽涉煤炭、鐵礦石等行業 向下看 因為買屋要裝修 這個會影響木材、廚房、廁所用具 空調等家居產品銷售 房地產業預冷 會直接影響這些產業的經營狀況 還會影響民眾就業 如建築工人、房產中介等 文小剛認為 中共現在害怕資金流向房地產 而圖空製造業 也害怕吹起房地產泡沫 但是打壓房地產業 會造成很多產業萎縮 經濟不振 而中共現在面臨的問題太多了 也只能頭痛醫頭、腳痛醫痛了